躺在後面的膠袋上 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是Swain 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Amani新出的Neon Nude Collection 其實這條首先不是廣告 以下這些產品都是他們的PR gift 即是他們寄給我的產品 就沒有說要我一定要拍片或者去review 但首先我之前已經被其他地方的youtuber 燒到我自己都很期待這套產品 加上我上一條影片 即是跟Heyman拍的那條快問快答 大家都已經有問我 這個粉餅好不好用啊 希望可以看一下review 我今天就拍了這條影片給大家看 我現在面上這個超級淡的妝容 我想大家都比較少看到我這麼淡的妝容 因為我完全沒有用到眼影 就用完這個系列的每一個產品去做 首先就是這個粉餅 我用上面的這個顏色 即是最適合我自己的顏色 就是它最淺的那個2號色 本身已經是一個powder foundation 即是它是一個粉狀的粉底 你可以這樣說 但它的遮瑕度真的只屬於低 即是大概如果以我這些瑕疵性皮膚 只可以遮到面上大概一至兩成的瑕疵 但它是可以增加的 整個都能夠遮到三成左右的瑕疵 黑眼圈、嚴重的暗瘡印 它是完全遮不到的 所以如果像我這樣皮膚比較差 即是不好皮膚的朋友 想拿它來做一個全面的底妝 我自己就覺得不太適合了 我今天其實在上這個粉餅之前 我上到這個amani CC Cream 叫做Color Control Glow Moisturizer 這個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產品 如果好像我平時只是出去 可能帶小狗去玩 或者是如果我去收拾貨 總之是很短時間 又不需要皮膚遮得很漂亮的情況下 我就會用它 它擠出來的質地 都是比較白淨的肉色 然後有些光澤感 塗完之後就真的做到均勻膚色的效果 亦都很容易推 唯一一個缺點 我覺得它相對來說是有一點點乾的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的朋友 我又覺得它不算是做到特別保濕的 我這邊比較多瑕疵 我就用了ABSA的遮瑕膏 還有另外這個是CLEO 也是我最近在試的產品 是我上次在韓國買的 比較幼身的遮瑕膏 去遮了我面上比較重點的瑕疵 還有這邊完全沒有遮到我的瑕疵 你看到這些大大粒的瘡印都在這裡 這邊我只用了剛才ABSA的遮瑕膏 去遮了我這個比較深的眼睛的陰影位 但因為它始終是一個Powder Foundation 它沒有特別是Claim控油那類 所以它的持久度真的不高 我試過就這樣塗它出去 跟狗仔去游水去外遊玩 但它4-5個小時左右 其實它的妝就差不多會脫得七七八八 如果你說拿它來補妝行不行 其實是OK的 我上次快問快答那條影片 其實我也有拿它來補妝 它不會說要補越厚 或者補得不漂亮 其實它補完出來 都會跟你剛剛化完的效果 不會差太遠 至於保濕度方面 我覺得它一點都不乾 因為HAYMAN也在用它 它都說對於它這個乾肌來說 都不覺得它乾 這個粉餅值不值得買呢 我自己是覺得它值得的 因為它本身化出來的珠光很漂亮的效果 是我暫時未有其他粉餅做到的 它真的令你整個臉 有一個很自然好皮膚的感覺 當然啦 如果你本身皮膚好 才是真正做到那個效果 因為你看他們很多的廣告 都是本身的模特兒皮膚好 真的做到這個效果 不是那個廣告的特效 但你好像我這樣皮膚不好 或者是比較多瑕疵 其實你就這樣用它 就不會做到它的廣告理想中的效果 但它都會令你的膚質看起來更好 接著呢 就說它三支大家都很期待的產品 就是很漂亮 好像小潘町之前的包裝的 這個胭脂 光影 和陰影 這個陰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因為好像我今天這樣 其實我已經上了它了 但是完全不覺得你塗了一些很深色的陰影 它真的很自然很容易推 而且它塗出來的顏色是真的灰灰的 也不是說會令你很髒的 你看到現在這樣擦開 然後你這樣推開就已經很自然了 它都很適合用來做避影 接著就到這個光影 對比一下 其實CT Charlotte Tilbury這個光影 就是超級無敵爆閃 Mamani這個光影 相對來說是真的自然很多 弱很多的 你看到嗎 這個是這樣 這個是這樣 但是呢 比起這些那麼閃的光影 它呢 因為它比較珠光 是再細緻一點 它是Liquid一點的 你塗上臉上 雖然立刻是不會有我平時的光影那麼爆 但是它融了之後呢 其實是都很自然 是不覺得它會融到一塊塊的 重疊在胭脂上一點的光澤位 其實它都很fine 是完全不會移你毛孔的 所以如果你都比較喜歡一些不誇張的光影 我覺得它是完全可以入手的 但是如果你說你也是喜歡一些 好像我平時用的那些歐美是比較厲害的光影 可能用它就未必適合了 相對沒有那麼突出的呢 其實就是它這個胭脂了 當然它的包裝仍然是漂亮到瘋了 這樣的包裝是沒得輸的 其實三樣東西的掃頭 都是好像之前的Lib Maestro 不是Lib Magnet 都是這個扁掃 都幾容易用的 它不會讓你拿了過量的產品 你可能真的要少量多次的上 所以如果你急的時候用它 應該會稍微的 它的胭脂塗出來 就是我現在面上這個效果 是非常的淡 很自然 是用的這個顏色是30毫色 是應該任何行都可以拿到的 比較浮沫的珊瑚色 真的很淡 雖然現在過鏡都應該還能看到 但是其實我是上了兩層的 如果單層上去 就應該不會很覺眼的了 那個胭脂的效果 它不是不好用的 它也很好用的 但是相對於這個價錢 除非你真的想整套買齊 覺得包裝很漂亮 如果不是這個胭脂 我覺得它就真的可能 其他drug store 或者是韓國的Liquid的胭脂 就很出名的 我覺得這個也做到的 好 最後最後就是要說 它這三種顏色的唇膏 其實實不相瞞 我嘴上已經塗了唇膏 我想你們都不太看得出 跟我平時的唇膏比 我就塗了這個橙色 它看上去好像也挺橙的 但是 不是的 你看看 我塗了這麼多層 那也是現在這個顏色 是看到的顏色 但是非常自然 因為它的效果 是有點像Dior Lip Glow 那些比較Painted Lip Balm 的效果 如果真的要選擇這三種顏色 我就只推介大家這個顏色 因為它真的是顯起色 任何人都適合用 比較多 但是因為我最近 又在用日本的drug store牌子 即是Opera 那系列的唇膏 顯色度比這個好很多 但它的滋潤度 也是非常好 但那個就比較油膩 這個塗完上去 就真的沒有那麼油膩 因為它不會覺得你整個口 有一層油的感覺 即是它的滋潤不是油質 它是潤的 但它不會塗多幾層 其實不會的 即是你想幾層 都是可以的 但它的顏色 就真的那麼淡 真的做到它本身 整個系列的裸妝效果 你看看這顏色都已經這樣了 這顏色其實就更加之淡 淡到不得了 它好像Baby Pink 塗上嘴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它比起Dior Lip Glow 是淡很多很多 也不會根據溫度變色 我覺得它 它上了嘴是怎樣的顏色 很多小時後都是這樣顏色的 還有一隻就是紫色 看上去都很恐怖 但塗上嘴只是一些 比較偏向桃紅一點的紫色 除了它的collection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之外 始終都是差不多300元的產品 但是它的效果 只是做到有色潤唇膏 這樣 我覺得是 不是說真的很需要去買的 其實這次也是我第一次做這些 專門心對一個系列的用後感分享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一類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thumbs up 記得subscribe 以及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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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